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主持人讨论并演示了可在亚马逊上出售的产品 就像他们在QVC上所做的一样 在转盘下方 购物者可以浏览产品详细信息并进行购买 同时在Amazon Live上播放多个视频流 因此购物者可以收听最感兴趣的视频流 例如 Amazon Live当前正在播放情人节礼品店节目 以烹饪为主的节目 带有Academy的厨房里节目和Fact Business Live 后者正在向日拖中心和学校展示产品 该零售商过去涉足实时流媒体 但结果好坏参半 两年前 他停止了短暂的工作 即Style Code Live 他还提供了类似QVC的家庭购物体验 现场表演 以主持人的电视和广播背景为特色 并邀请了专家讨论美容和时尚技巧 但Style Code Live仅专注于时尚和美丽 另一方面 Amazon Live涵盖了各种各样的产品 从智能家居到游戏到玩具 再到厨房用品 再到家庭用品 再到电子产品 再到厨房用品等等 它的位置也不同 亚马逊不再像单一的 现场视频节目展示亚马逊人才和客人 而是向希望扩大受众并发现其产品的品牌开放 您过去可能已经看过其中一些来自品牌的直播视频 在2017年黄金日和2018年黄金中 亚马逊播放了直播视频流 宣传了一些黄金日交易 这些视频由品牌制作 非常类似于您现在可以在Amazon Live上找到的一些视频 亚马逊现在的目标 适时品牌也更轻松的参与Amazon Live 再详细介绍Amazon Live的网站上 Amazon吹捧了时时流视频 如何推动销售 允许品牌与客户时时互动 包括通过时时流聊天 并吸引更多的购物者 援引一位早期测试者 只排游戏制造商 Watch your move 话说 时时流媒体有助于将其产品详细信息页面的 每日访问量提高5倍 并显得提高了 我们销售5 该信息网站还为品牌指向亚马逊的 时时流媒体新应用程序 Amazon Live Creator 根据Sensor Tower的数据 Amazon Live Creator于2019年2月7日昨天发布 目前在APP Store中会排名 它没有任何评论 但拥有五星级评级 亚马逊网站说 当前 时时流媒体功能 向在亚马逊品牌注册处注册的美国专业卖家开放 并且不支持来自中国和香港的时时流媒体 亚马逊对时时流媒体感兴趣已有一段时间了 该公司去年围绕时时视频购物申请了奇想法的专利 并且在此之前因其Amazon Live工作而被雇用 但是亚马逊当时声称其实是购物体验并不新鲜 确实如此 因为时时流有时会出现在大型销售中 例如Prime Day 但是自Style Code Live以来 亚马逊已将其直播视频直接推广给在线购物者 本周针对品牌推出的Amazon Live应用程序的发布 以及亚马逊在其移动应用程序上创建只向Amazon Live流的专用链接的举动表明 尽管零售商试图将直播视频拒之门外 但是矿视频正在成为零售商更大的努力